那iPhone的各位要小心了 这一次iOS15的Safari真的是大改版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 上面有哪些新功能 还有要如何使用吧 这一次的iOS15正式版还没有上线 不过我已经事先体验了一阵子 那其实这一次我体验下来 差别最大的其实就是Safari了 因为它真的改超多的 包含它的界面还有手势 非常多东西都要重学 就连我用到现在都非常的不习惯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生气 所以真的要一段时间 去适应这个Safari全新的界面 包含它也多了一些新功能 像是标签页群组 或者是隐藏你的IP位置等等的功能 等一下我们都会一一讲到 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就先点开Safari 那点进来之后 大家发现第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下面的这个网址列吧 就是它从上面移到下面来了 这一次Safari 它其实是为了单手使用做优化的 就是现在所有事情 你只要一只手就可以完成了 像是过去 你一定要用另外一只手 来点这个最远的地方 那现在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网址栏的部分 你只要把它往下滑 它就会隐藏起来 然后往上滑它就会再次出现 而且它是漂浮在半空中的 所以你还是稍微可以看到下面的内容 不过我体验这一阵子下来呢 我发现它还是会挡到一些网页 它的置底按钮之类的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造成不方便 然后呢这个网址栏它左右滑 你就可以马上的去切换分页 那这个部分应该很容易跟上一页下一页搞混 那区别就是如果你要切换上一页下一页的话 你是直接在网页的这边 不是网址栏 直接去滑 就例如说我现在要回到上一页的话 我就直接这样滑嘛 所以有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区别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应该很容易搞混的 就是你现在要进到分页的这个视窗啊 还有回到桌面 应该非常容易按错 就是今天你在一个网页里面呢 如果你要切换到分页的视窗的话 你就是从网址这边往上滑嘛 那如果你要回到桌面的话 就是从最底端这个 蓝色的这个横杠这边往上滑 就是回到桌面 那我们现在呢 来稍微看一下分页视窗 那进到分页呢 除了从网址这边往上滑之外呢 你也可以按一下右边这个分页的按钮 就是这个点进去 然后进到这个分页的视窗之后 你会发现它跟原本的分页视窗 不一样了 原本的有点像是翻书的那种感觉吧 然后现在呢 是像这样子 就是一个方框一个方框的视窗 这样子会更一目了然 因为我记得过去的那种分页显示方式 是你要一直往下滑 才会看得到你比较久以前的分页 那进到这个画面之后 如果你想要新增视窗的话 就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加号键 就可以新增视窗了 或者是你今天如果是在分页的最后一页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从这个网址栏往左滑 它就会新增一个视窗了 那在这个新增页面啊 或者是你点到网址里面 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你的书签就在左上角 就是现在呢 如果你想要进到你的书签的话 你就一定要点你的网址栏 或者是新增页面 你才可以去取用你的书签 然后下面就有一些喜好项目啊 或者是你经常浏览的网站 那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客制化的 要在哪里客制化呢 就是你滑到最下面 滑到最下面之后有一个编辑 然后你就可以把一些选项关起来 就是你可能比较不常用的选项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酷的新东西 就是背景影像 就是现在呢 你的这个新画面 你可以去帮它预设背景了 你可以去新增你自己的背景啊 或者是它有一些预设的图片 那我刚才用了一下 我觉得都有点太花巧了 我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例如说选这个 跟今天主题比较像的黄色 选完黄色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 好像有点可爱耶 我留着好了 今天就是这个主题了 然后你的书签里面呢 就是跟过去一样 它有一个浏览历史记录嘛 还有你加入这个阅读列表的网址 然后另外呢还有你的书签 那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分页的页面当中 最上面你可以搜寻标签页 就是你可能开了非常多分页 然后你想要找其中一个分页 或标签页的话 你就可以在最上面这边 把搜寻栏交出来 然后所有分页 如果你想要整理的话 重新排序的话 你就长按这个分页 然后你可以拖曳 把它移到其他地方这样子 那今天如果你想要关闭分页的话呢 你就最简单可以直接按一下 右上角的这个叉叉嘛 那如果你想要关闭全部分页的话呢 你就长按右下角的这个完成 它就会出现 关闭全部分页的选项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分页画面 下面这个标签页的按钮 点下去之后呢 它会出现这个标签页群组的页面 那这个呢就是这一次iOS15 Safari上面全新的功能 我们过去呢使用分页的时候 会全部混在一起 对不对 但是现在不用了 除了我们最常用的基本款啊 像是这个一般的标签页 还有私密浏览之外呢 你可以去新增你客制化的群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进到私密浏览的时候 它的标签页是完全换一批这个分页嘛 对不对 那现在呢你可以自己去自定 你自己的群组 像我这边示范新增了三个群组 像是我在购物啊 购物里面就有自己的网页 然后呢工作也有自己的网页 然后旅游也有自己的网页 那这些呢都是自动储存 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工作平台 然后你可以去完成 你上次还没有完成的搜寻啊 或者是计划等等的 那这个东西跟书签 我觉得是差蛮多的 因为它的灵活性是比较高的 而且你不用一个一个去把它加入书签 所以就非常的方便 像是我上一次买衣服买到一半 可能没时间了 那我下一次呢就可以把这个 标签群组叫出来 那我就可以继续去完成 我上一次还没有完成的购物 或者是上一次呢 我在某一个群组里面 可能报告做到一半 那我下一次想要继续的时候呢 我只要把这个 报告的群组叫出来 就可以继续了 它比较适合你是有一个目的在那边的 书签比较像是一个起点 就是你的起点永远都在那边 那标签页群组的话 就是你今天要完成一个工作啊 或是project 你就可以用这个群组来 一次把所有的主题容纳到这个群组里面 然后你可以一直无限的延伸 那今天如果你想要新增群组的话 要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你只要按一下下面的这个 新增空白标签页群组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帮大家命个名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今天是在普通的标签页里面 你想要把这七个分页 都把它建成一个群组的话呢 你可以非常简单的就 长按下面的这个七个标签页 长按 它就会出现这个 从七个标签页 新增标签页群组 然后你就可以帮大家命个名 然后之后呢 你的这个标签页群组里面 就会多了这个项目 那新增群组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你直接点这个标签页的按钮 然后最下面呢 就会出现这个 从两个标签页 新增标签页群组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所以总共有三种新增的方式 那这个标签页群组呢 它是会跟你所有的装置上同步的 就是你可以今天 你可以今天在手机上面查一查 然后直接跳到MacBook上面继续 这样子就有点像是接力的功能吧 那我刚才讲了那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 非常重要的按钮不见了呢 那就是重新整理的按钮 你现在呢 去哪里都找不到这个按钮了 因为它被 现在暂时被删除了 不知道会不会再回来 不过现在呢 在这个版本的Safari上面 你如果想要重新整理的话 你必须要往下拉 这样子往下拉 有一个圈圈在那边转 有没有 它就是重新整理 或者是也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你把你的网址栏叫出来 然后你按一下 右边的这个三个点点 这边有三个点点点下去 这边就会出现这个重新载入 所以呢 现在在这个新版的Safari上面 这个你要重新整理的方式 变得不一样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新方式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有一点不习惯 因为就是有点像老人吧 就是有的时候要看到 那个实体的按钮 重新整理才会比较放心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讲到这个Safari 它有一个全新的隐私设定 就是隐藏你的IP位置 现在呢 苹果越来越注重我们的隐私权了 包含这一次Safari 它有这样子一个功能 那我使用下来呢 其实是蛮不方便的 我们现在先来看 要在哪里设定这个隐藏 你的IP位置的设定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它不方便是哪里不方便 首先去打开你的设定 然后呢你去找到Safari 在这边Safari在这里 点进去 然后往下滑 往下滑去找到一个选项 叫做隐藏IP位置在这里 这个选项里面还有三个选项 我们点进去 那这三个选项分别是 第一个是追踪器跟网站嘛 第二个是直线追踪器 第三个是关闭 那一开始我更新到iOS15的时候 它是预设勾在第一栏的 就是它限制所有的追踪器 还有网站得知你的IP位置 结果就发生了非常不方便的情况 就有很多网站都变得非常的卡 尤其是MOMO MOMO你只要打开这个选项之后 如果你去MOMO的话 你每一次重新整理 或者是你在浏览商品的时候 它都会自动帮你登出 然后它也会忘记你的账号密码 你就要重新登入 或者是你今天在看一些网站的时候 它载入的速度会变得超级慢 所以后来我就勾到这个 直线追踪器的这个选项就 情况就好非常多 不太会出现所有很卡的情况 所以用了这个选项之后才发现 其实有非常多网站都默默的在追踪 你在哪一个地区 我觉得是还蛮可怕的 可是你又没有办法牺牲那个便利性 但是这完全不是苹果的问题 这完全就是网站它们 原本就不应该这样子追踪我们的位置 那我们今天这个全新Safari的介绍 就到这边 希望我帮助到大家 另外呢 喜不喜欢这一次Safari的更新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喔 我自己是觉得它变好用的地方更多了 就是像是标签页群组啊 或者是防IP追踪之类的功能 不过缺点就是要重新适应就是了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